這一次港湖區台灣激進 如果參選的話 你真的會很危險嗎 那賴主席會去協調嗎 我覺得這個個人教育個人單 我從來也沒有說希望 賴主席為了我 或者是他現在總統那麼忙 然後去為這件事情去出力 我覺得當然我自己 必須要努力 這是第一個優先 那當然就是說 參選是每個人的權利 那他強任他強 我吃一口蒸氣 蒸氣足